剛剛我們看了這幾種不同的瀏覽模式之後 那我怎麼知道哪裡還有其他的這個所謂的全景影像 你可以從這個超連結去看 在這邊有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有特別把這個部分獨立出來 等於說你人不用到那邊我就可以先看 好就可以先看 那你看我們在北美洲也好 或者我們台灣 這裡你可以找到很多東興洋行 這個有沒有 他上面都有像這樣的一個 好OK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找找看 這裡就有不少 好就有不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裡還有一個像你要測量兩點的或多點的距離 還是算面積啊 其實可能你比較少看到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 他上面呢 我先回到地圖這邊 地圖這邊其實有個工具 他上面怎麼沒有看到工具 有一個導覽的工具 不見 上面應該會有一個工具在才對 跑去哪裡 看不到他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藝朗 不過我從後面這個再打開 如果你想要看台灣的 我們先直接看台灣的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Google現在也可以做什麼 博物館 所以呢你進來這邊 我到這邊 給你看一下 所以下次呢 下次呢去逛博物館 就簡單很多了 從這邊進來 你看這邊有這個 翠玉白菜有沒有 好你點了之後呢 就把它放大一點吧 你可以滾輪 往前 這裡 你進來裡面你看 有沒有看到那一隻 在這裡有沒有 你去現場你怎麼看那麼近 對不對 他這個都高解析度的 都高解析度的 所以其實呢 他的好處就在於說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而且你可以怎麼樣 不同的方向去旋轉看看 那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這裡 翠玉白菜的 那這裡我先回到前面 你可以從不同樓層 這裡 哇 因為我現在這樣螢幕實在太小了 我先把這個藏起來看看 能不能看到比較多一點 哇現在 這個連接速度太慢了 連接速度太慢了 待會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這樣的話呢 至少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看到比較高品質的 那另外呢 我們再看一下囉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如果你是出去玩的話 你是出去玩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 就是這種 叫做 Power Builder 那這裡呢 給你看一個 像這裡 他的這個 實際上是Google 地圖的 地球的應用 他會需要一個 那 需要一個 那 我先從這邊進來 我先找到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這裡有個 Tall Builder 那 像這邊的話呢 像我們前段時間去那個 日月潭 錄影 還不錯啊 我們現在那個日月潭 那個步道啊 那個腳踏車道 是全球前十大的嘛 騎腳踏還蠻舒服的啊 哦 只是 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去 借腳踏車的話 因為你會帶去的比較少嘛 對不對 借腳踏車的車 千萬不要在這邊借 價格差多少你知道嗎 別的地方 就是 兩輪的 一個人的是 一天一百塊 那如果雙人的是一天兩百塊 在向山這個地方 因為 只此一家 別無分店 所以它是 一個小時 一百 差 二十四倍而已 所以麻煩你在別的地方借的 再騎去那邊 千萬不要想在這邊借 因為 你找不到別的地方可以借 你就去別的地方再騎過來就好了 反正都一樣啊 都一樣 那向山這邊其實還不錯 它有一個叫 向山映月 就是 像這個 像這個照片就是我們自己拍的 像你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從這邊 欸我們錄影的是在這裡 有沒有 除了看照片以外 你看這裡有 照片有一張 有兩張 對不對 所以給你講故事 還可以看地點在哪裡 欸剛好 就在哪裡 就在那個瑞坦攬車旁邊 好就在旁邊 那所以呢 我們就 瑞坦攬車 順便點過去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你這一次旅行也好 或者說我的行程規劃裡面 欸我從哪裡到哪裡 除了有石井 還有什麼 地圖可以看 像這樣再點到這邊 它就在你 喔我是這樣走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一樣的導覽方式 對不對 所以 除了給人家看照片 我還可以讓你很清楚 我是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哪一天到哪 哪邊 這些資訊呢 我們都可以直接透過這邊編輯 這樣了解了嗎 這 照片照的時候是要有機片時間的內建 不用不用不用 你可以自己選擇有或沒有都可以 像我在編輯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從我的雲端照相片裡面我就挑 看我要挑哪幾張 好 就直接丟進來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就比較快 其實這個不只是在我們個人的就是生活旅遊上 其實如果老師在做研究了 其實有些時候會需要這樣 就有那種足跡嘛 對不對 我去看一個過程的 那 這個Tower Builder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說你想要使用它的話 目前 目前 因為它是屬於Google地球的parking 所以它目前這個是屬於32位元 32位元 那 現在瀏覽器 慢慢的有一些是64位元對不對 你會不能用 那所以呢 你必須要用32位元的瀏覽器 包括火鍋啦 或者是那個IE 都可以用 暫時啦 它可能一段時間就會解決了 就會解決了 所以我們找幾個 可能各位平常比較少看過的 給你稍微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剛剛提到就是校園裡面的那個部分 就是 它加入所謂的地圖真實版認證這個 這個 這樣一個功能 所以包括像大安森林裡面 或像我們剛剛看到學校裡面那些步道 現在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齁 那 順便呢 我順便再把這個交代一下好了 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因為剛剛有發現 好像大家比較少用到它什麼 歷史的部分對不對 真的可以見證歷史 你可以看到 有些有 有些沒有 那這邊 比如說你如果到這個地圖的地方 會 好 所以 比較看不到 那 我來到個很偏僻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我們這個附近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呢你看到那個接警服務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這個東西 有沒有出現的 在這裡 他有告訴你這是什麼時候拍的對不對 那他在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有一個按鈕你可以打開它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現在沒有了 就是在 你看接警服務的時候就會看到 哇這邊現在這裡沒有 很討厭要跟你看的時候就沒有了 反正那你有一個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拖曳的 你去看他不同時間拍的那個地點 那個照片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說 這個地點它的變化 事實上在Google地圖裡面 地球裡面會更容易找到 在地圖裡面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去看到這個 好 OK 那這樣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了這個有沒有 這個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個連結裡面的文章的介紹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就連過去也可以 所以 不見了 我的連結弄錯了 不見了 好 糟糕 好吧 那沒關係 我就先把畫面還給堆了 走吧 謝謝 這個 我可以進去 走